提起贵州呢 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山地公园省 过去因为地形复杂 一度制约着贵州文旅消费的发展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桥梁架起 天欠变通途的同时 贵州也做起了桥旅融合的大文章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这里的小县城 如何将地理资源的劣势 转变为优势 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潜力 准备啊 3 2 1 好 在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关领县的霸凌河大桥 游客们不仅可以进入桥体内部 旅游体验 还可以感受蹦极带来的快感 体验那个蹦极项目 感觉还挺不错的 特别新奇 桥上车流飞驰 桥中摊密奇观 在桥下的霸凌河 贵州桥梁科技馆 不少游客走进这里 了解桥梁的种类 构造 设计等方面的知识 我在广西过来 直接就奔这个大桥来的 哪还没去呢 这是第一站 看完这个大桥我感觉挺兴奋 这是超级工程 峡谷 天坑 高山草原 特殊的例行地貌 造就了贵州独特的风光 而这里的另一道风光 是各式各样的桥 为了补上交通短板 崇山 峻岭之间 修建和再建的桥梁将近三万多座 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 串联起交通大动脉的同时 这里的大桥新功能也是越来越多 巴林河大桥其实核心开发了一个很大的板块 就是我们的极限运动 巴林河这个蹦极 是吉利斯真正的 是世界最高的商业蹦极 除此以外 桥上还开发了像高空秋千 然后空中漫步 低空跳伞 高空速降 一系列的极限运动 从2024年1月份以来 我们这边接待的人次 已经是超过了5.2万人次 营收大概是在700万元左右 将烈士变优势 贵州正在加速释放 独特地理资源蕴含的潜力 在兴益市万丰林景区 作为前西南州首家滑翔伞运动基地 已经成为不少国内爱好者 必来打卡的飞行目的地 我来体验过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特别的解压 第一次从这里飞出去的时候 我双脚离地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第一次用这种视角去看到这种山 真的我觉得 我们前西南的风景太漂亮了 今年以来 贵州持续打造山地旅游 举办野调大奖赛 国际攀岩精英赛等山地比赛 并开设了山地自行车 滑翔伞 汽车拉力 等近十种户外运动项目 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自驾越来越方便的同时 新的空中走廊不断致密 十多个遍布贵州各地的支线机场 陆续开通 串联起黄果树瀑布 立波小气孔等众多景点 让游客能够体验说走就走的便捷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飞往全国三线以下城市 小机场机票预定量 同比增长21% 其中 贵州六盘水增长40% 星亿增长3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